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案例 这第二个案例呢 是关于一个整个机坑的工程 涉及到里边的点呢也比较多 A公司常建一座桥梁工程 将跨河桥梁的桥台土坊开挖呢 分包给B公司 这里边A是总包 B是分包了 桥台机坑底的尺寸是多少呢 50米乘8米 深4.5米 施工期间 河道水位是-4米 机坑顶远离河道一侧 设置我们钢厂和施工电道 干什么 用于汽土和混凝土运输胶注 在施工前B公司按我们A公司项目部提供的施工组织设计 编制了机坑开挖施工的方案和施工安全的技术措施 施工方案的机坑坑壁按照我们下面的这个图提供的地质情况和表进行确定 这是给的这个图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机坑坑底 是负的4.5 这个地面高层是多少呢 是正负0 我们河道这个水位是负4米 潜台词 就是说将来机坑的坑底比我河道的这个水位还要低 啊 这个整个的距离呢 是这样的 河道这一侧 它的红河底到这个坡顶 这个边坡的垂直投影是6米 而我们整个啊 就是机坑与河道啊 这个上面这个平台的顶宽度5米 机坑底宽度8米 我们的到机坑顶啊 机坑顶离这施工变道3米 施工变道7米 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机坑边坡形成的投影 这人家打了两个位号 意思是说这两个垂直投影的距离到底是多少 要求我们算 咱们算啊 这里边有土质 粉质土是什么呢 从地表到下面啊 这5米距离地面正负0嘛 你看负5米以上都是粉质土 下面沙类土乱石 但是我机坑坑里才负的4米5 那整个机坑开挖都落在粉质土内 而且我们这有这个表 这个表呢 是当时考试给在试卷当中的 这题出的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呢 表中的很多数字都给你写出来 你自己去挑啊 你自己去挑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规范是用来查的 在这次考试当中非常的体体现的非常完美 好查规范就可以 他告诉你这坑壁坡度 坡度是什么呢 高宽 1比0.67啊 什么意思 每望下挖身一米要放脱出来啊 水平距离要放出来0.67啊 1比0.751比1都是这样 那么又分为几种情况 机坑顶无贺载 就是这边呢 上面没有任何贺载 那么是什么一种情况 机坑顶有净载是一种情况 比如堆土方堆材料 机坑顶有洞摆是什么情况啊 有洞摆1比1啊 有净摆1比0.75 我们再看土质 这个是沙类土 粘质土 粉质土 那么一看 哦 这里边是什么呢 我们整个机坑的土 就是粉质土 那也就是说要这一排 那要让我在计算的时候 最后计算这两个 你是不是能够给计算出来 这个题出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到位 难度不大 但是呢 开创了依据图形和表格计算的先河 现在很多考题啊 都是从这发展起来的 接着看案例背景 在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中 B公司设立了安全监督员 明确了安全管理职责 要求在搬前搬后 对施工现场进行我们安全检查 施工时进行安全值日 辨识了施工机械伤害等危险源 进行了风险评估 并制定了应急员 机坑开挖前 项目部对B公司做了书面的安全技术交底 并双方签字 好了 问题涉及有五个 第一个 B公司上报A公司项目部后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处理的程序是什么 第二个 根据所给图表确定机坑的坡度 并给出坡度形成的投影宽度 第三是依据现场条件 以采用何种降水方式 应如何布置 第四是现场安全监督员的职责是什么 就是安全员 除了机械伤害和高处坠落 本项目风险源识别增加哪些内容 第五是安全技术交底 包括哪些内容 各方面 但是这里边安全的设计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第一个 B公司上报A公司项目部后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处理程序 那咱们处理你上报 那这里边有点类似于施工组织设计上报的这个流程 但是又不一样 因为这里边又出现了总分包 而且这是安全技术措施 这个在教材上任何地方没有 凭自己的感觉去写 那这流程是不是整个对安全技术措施的旅游路线呀 那项目部的安全技术人员进行技术负责人 安全技术负责人先审批 你项目部得审没问题了 然后呢 你毕竟安全无小事 得上报公司的安全监督部门备案 那么最后再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核 然后返回返还我们分包 要进行签收 并监督其对应急医院的演练 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对B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是整个啊 这个安全技术措施 首先是项目部 我们也就是A公司项目部 安全技术负责人的 安全技术负责人他得审 然后呢 上报A公司安全监督部门啊 再进行备案 然后报建设方返还我们的分包方 后面是荣誉原则 就不用去看跟这个无关 这也是这一个程序 第二个是根据所给图表确定我们积坑的坡度 再看一下这个图 再看这个图的时候 首先第一要看图质 代表着负五米以上都是粉质图 好 第二啊 我们要知道这个除了这个图不是还有这个表吗 那么这个表格啊 你要知道粉质图是在这儿 那选的时候下面这两行不要去管 然后再到这儿去看 这里边只有这五米啊 既不能堆土也没有说堆材料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无贺载 那么无贺载 这样再去一选择 哦 坑顶无贺载 那这一面就是什么呢 一比零点六七啊 这个临近河道一侧 这个积坑边坡 一比零点六七 远离河道这个边坡 注意在这里边人家告诉你施工边道 并且还怕你不知道说就走走人 不是 用于混凝土 钢筋运输和混凝土交注啊 那么这样你就应该能够明白了啊 要浇注混凝土 要运输钢筋的 那这叫做什么 动摆 那么动摆就不是它了 而是用它 两个坡度选完了 那还有一个去计算 一个一比零点六七 一个一比一啊 这边是一比一啊 这边是一比零点六七 那么挖深是多少呢 这个是四米五地面正不零 那挖一米放坡零点六七 挖四米五就是四点五乘以零点六七 所以就得出来它 而我们这边也是同样 挖深一米放坡一米 挖深四米五 这就放坡四米五 两个就可以给它计算出来 所以说啊 所以知道两个坡度和计算值啊 一定要知道 好了 这个呢 是咱们前面说过 开创了依据图表计算的先河 那现在这种题呢 不管在一件 还是在二件 都曾经大量的进行考核 希望大家对这种题啊 有心理准备 我们在后期一定还会出现 甚至说每年啊 计算题都有很多 这是其中一种 而且出现的评论 现在渐渐的也比较高 好 这就是整个进行放坡开挖啊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小问 依据我们现场的条件 以采用何种的降水方式 应如何布置 咱们这个背景是一个 在河边挖的一个机坑 但是这机坑呢 长50米 宽8米 说是机坑也可以 说它是沟槽啊 也说得上 那么这道题啊 实际上是传统的降水考点 最后一次考核 到底你这个采用哪一种降水形式呢 你看地面正负零 而我机坑坑底是多少啊 机坑坑底是负的4.5米 那负的4.5米 这个深度不深 那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景点降水 景点降水 那么景点降水 这里边不用特别复杂 星星景点或叫真空景点 那如何布置呢 到底是单排 还是双排 还是环形 单排这不可能 这个宽度都已经8米了 你还单排 肯定双排 能不能说环形呢 机坑嘛 也可以 双排或者环形布置 但是呢 这个双排也好 环形也罢 在临近和这一侧 是不是应该给它进行加密 所以在这里边 本工程采用什么呢 清醒或叫真空景点降水方式 依对应 应该如何布置呢 应该采用双排 或者环形布置 双排也可以 双侧也可以 环形布置 这里边不是双排双侧的意思 双排或者双侧 或者环形布置 尽管B呢 据我们坑壁 1到1米5 景点间距0.8到1米6 临近河道一侧 适当加密 这种地方 还是写的更全一些 也就是说如何布置 其实按正常的来说 双排或环形布置 就能拿到分了 但是呢 你要如果觉得 你这个答案 总觉得不是特别保险 那布置的时候 我把景点管 距坑边的距离 景点管之间的距离 都给写上 涉及到河道 我河道一侧加密 也给写上 里多人不怪 记住啊 简单的题目 一定不可能 把它想的太简单 复杂的题目 也别把它想的过于复杂 这是我们在 真正做题的时候 遵循的一个法则 关于降水 2013年是一个分水岭 2013年之前 永远考核的 就是清兴经典降水 到了2014年开始 那就进入降水的 新时代 各种各样的这个降水 这个题目出的也越来越有意思 所以说考试它是与时俱进 学习真题 你一定要有一些鉴别能力 为什么我们不建议 拿出很早很早的题目 你进行研究 因为那个时候考试的关键是考试形式 跟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的考试形式 可以说跟那个时候 你完全是感觉 不是在一个平台上 现在考试你看道道案例配着图 过去从来没有图 那个时候都是文字的详细的描述 但是现在的工序体 图形改错 图形计算 过去这些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好了 所以说学习真题的目的 你一定要清楚 目的是为了应对我们准备的那个考试 而不是研究这个题目的本身 第四 现场安全监督员的职责有哪些 安全员都干什么事 除了机械伤害和高处坠落 本项目风险源识别 增加哪些内容 风险源是过去教法 2013年考过一次 在此之前应该是07年还考过 但是现在呢 我们教牌上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了 现在叫职业伤害事故 所以说 但是它核心还是这些 还是这个风险源 那么都有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 几种伤害坍塌烟密啊爆炸等等 这里边是正常见的 他又说有这么七种 我们这里边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以外还应该有什么 注意啊 还应该有触电坍塌 物体打击啊 注意啊 那我们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要结合案例背景 比如有车辆来回运行 车辆伤害 那么要吊装体重伤害 河边有延迹 这虽然不是市政常见的 但是在本工程当中是有的 所以说 风险源识别 或者叫容易的造成的商职业伤害事故 都是一样的 这种题 大家要注意啊 叫伤害事故 叫风险源都有可能 07年考过 13年考过 后期还有可能考核出来 另外的一个知识点 注意啊 叫做我们现场安全监督员的职责有哪些 这个说的是谁 说的是B公司 说的是分包 那么分包的这个现场安全监督员的职责 你就得知道 首当其冲的是接受A公司安全监督 你得接受人监督 你是B公司 参与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不是你做的 你参与 对违章作业及时制止 发现安全事故及时报告 这工作呀 有点卑微 没办法 你就是挣这个钱的 好 呃 现场安全啊 施工日常性的检查 以及专项发案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 还有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这就是现场安全监督员 就是安全员的职责 这个知识点在我们教材上啊 有只有少部分体现 但是呢 呃 看完这个答案 是不是感觉 哎 安全员就应该干这些事 或者说是对教材当中多个知识点 在结合实际中的一个答案 这个点特别好 大家注意啊 这个点特别好 不妨把它背一背 因为现在考试考安全还是比较多的 好了 呃 这是关于安全员职责和风险员 也叫职业伤害事故 这个点 后面呢 是安全技术交底 包括哪些内容 集坑开发前 项目部对B公司做了书面的安全技术交底 并双方签字 现在问你安全技术交底包括哪些内容 这提出的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个安全技术交底 当然带着安全的啊 大家就不用想啊 他肯定是就是安全交底 只不过他有的时候叫安全技术 这个没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安全技术交底或者说安全交底 到底我写那个通用的还是针对机坑的 如果通用的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这叫通用的 在项目管理的教材中有的 那还可以写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机坑时工安全的 我到底怎么写 又拿过来这句话 我们要再回顾一下 当你纠结选A还是选B的时候 这个时候叫义无反顾的选择A加B 我们就需要把两个都写出来了 比如说安全技术交底包括 本施工项目施工作业特点和危险点 针对危险点的具体预防措施 应注意安全事项 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和标准 发生事故后应及时采取的避难和急救措施 来自于项目管理教材 这是没问题的 这也的确是围绕安全的 但是这个是放在机坑 放在吊桩 放在支架 放在隧道 都能用 但是答案到底是他吗 打上一个问号 有没有可能就是针对机坑的 因为这种题啊 他没有让你补充 那你要把第二个要知道是什么 对机械安全操作要求 施工人员防护设施 开挖编坡满足方案要求 编坡堆载要求 施工监测要求 降水井运行状态要求 安全防护设施 这是什么呢 针对这个机坑的 好 针对机坑的有了 那么通用的也有了 那到底他选用哪一个 你就不用担心了 当然本题就是在2013年考试的时候 最后他给出的答案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针对性的 当然了 再次强调 你要想让我针对性的去写 你就必须让我去补充 你要写了一个编坡 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知道 我得针对这个挖机坑来写安全技术交底 那也好办 所以说这个题呢 他没有说清 但是我们也有对应的办法 就是针对性的 通用性的都拿过来写出来 大家一定注意啊 胶底 是一个大考点 高频考点 曾经多次考核 胶底的程序考的次数太多 但是胶底的内容就是这一次 我们要注意后期 不管是不一定说就是考安全 那么技术交底是不是还有可能考到可以考道路的可以考桥梁的可以考支架的也能考管线的可以考安全也可以考技术啊 那么可以考通用也可以考针对那么怎么办平时先准备写一写有人说不会写没关系去查去问 这个过程做完了之后一定要写成自己的写的啊 每句话都是干货 每句话这样都是采分点 这个准备做不白做 也许我们这个胶底近几年没有考出来 但是在你写这个安全胶底技术胶底的过程中你是一种文字的一个提升语言的一个提升 这个大家一定要做一做就像我们要号召大家把这个混凝土胶住完拆磨之后发现那些质量通定一样 自己去练习从这些有可能就碰到真正的你写了啊 就是考题即便没有碰到你的文字功底采分点捕捉能力会得到大大的提升